夹不起来了 哎呀 来了啊 朋友们下午好 我是冰哥 最近总是说到那种四川探电的视频 就吃那种提花 老妈提花 看到我这是直流口水 所以忍不住了 花了55 买两个大猪蹄 一分为二 今天来吃一顿老妈提花 来一顿椒原蛋白 好好吸一顿 补一补 废话不说 直接开始干 这玩意天天在室里尿里采来采去 那味儿挺大 烧猪蹄的作用是破坏它的汗线啊 那个骚子太大了 好 就把它烤成这样子 就差不多了 太行了 加水 把这个大猪蹄子泡一下 这泡一会儿 把这个刮掉 能取出这个腥骚味 全部刮干净之后 再把猪蹄洗一遍 洗干净 开锅 下猪蹄 现在给它焯个水 大葱大姜 加水 就这样一边煮着一边打沫子啊 全程开大火 猪蹄煮上个8到10分钟 多煮一会儿也是有效的可以去除这个猪蹄的腥骚味 它跟平时焯排骨啊 焯鸡腿啊 焯鸡肉这个焯水时间不一样 时间长一点好 这四个猪蹄可真不小 带劲 把猪蹄放进来吧 加入大葱大姜 一块白纸 还有一点白胡椒粒 还有这个大白云豆是提前泡的 必须得泡上一上午 它才会比较软啊 倒进去 最后就是加入开水了 用开水来炖汤啊 水加到摸锅猪蹄就可以 现在加盖中火炖上三个小时以上 至少三个小时 才可以软烂脱骨入口即化吧 这个就交给时间吧 来吧朋友们 看看我的老妈体化怎么样了 哇 汤蒸奶白 太棒了啊 汤卷真是绝了 捞出一个小提提来看看 哎哟 已经脱骨了看到了吗 满满都是椒原蛋白 太棒了 调料汁 开整了 来调料汁 蒜末 小米辣 葱花 一大勺生抽 胡椒粉 半勺盐 来点花椒油 增加麻味 再来一勺香醋 哎哟 太香了 流口水了 流口水了 来他个五大勺 再来点煮蹄花的原汤 三勺 口水瞬间就像洪水一样 止不住了 哎呀 这儿八经的入口即化 哇 直接就整吧 我看那个探店的就这么吃 可怕我馋坏了 我觉得他不能嚼 直接吸到嘴里面 他就入口即化了 我吃了 果然名不虚传 哇 妈呀 太棒了 一点味都没有 没腥味 非常完美 第一次这么吃猪蹄 这个粘料太香了 买的时候感觉有点多 怎么现在还没吃就没了呢 今天正是尝销了什么叫入口计划 我说心里话 我看那个摊店吃了 把我馋了 结果今天确实是 真是无法抗拒 我本来放拍两个猪腿吃不完 这还没吸了就没了 来吧来吧 继续吸 这个红油才是观念啊 重点我觉得就这个料 还要炖的时间长 如果吃起来咬不动的话 或者有嚼劲的话 它就不好吃了 最近吃得太素了 不是面就是米饭 四川的兄弟们 你们说这两个蹄花 各到四川能卖多少钱 这两个花了55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四川人的女的皮肤好了 可能尽量吃蹄花 就算蛋白太丰富 妈呀 今天没有主食 但是吃得很过瘾 非常符合的口味 又麻又辣 好了 今天拍到这儿吧 也吃完了 就这么快 一吸就没了 还没嚼呢 就化了 剩了这么大一刀骨头 一顿花了将近60块钱 有点狠